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0年12月21号,首先这里有社长李敏汪 大家好 好走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纽西兰的易德台阳 大家好,各位早晨 还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除了去大台望向编辑部,还可以去二台正向部三台沙冷气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将这个齐抗疫病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那好了,这一节就想讲一下,这个台湾iPhone厂在印度被工人打烂的事件 由最新进展,是吧? 是,其实刚刚苹果调查了,我们先讲一下有什么事情 其实大家知道,伟创印度新创就遭遇了当地 他就说是外面的人破坏了,其实呢 事情就,iPhone有查过去了 有查过了,其实根据这个路透社指出,苹果最新的声明就说 针对上一个周末,伟创在印度南部的工厂发生 他用暴力事件 苹果审查团初步调查认为伟创未落实 未落实适当的工作时间管理程序 以至10月11月,部分工人伸水延迟发放 已经违反了苹果要求供应链伙伴的供应商行为守则 就叫做Supply Code of Conduct 就是这个苹果的,给这些全部的袋工商 当时你们记得,伟创说不关他事的 在外面的人搞,原来是他的工人 因为其实伟创,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就要掩盖一样东西 原来我都不是血汗工厂 他很怕的,因为苹果是很怕别人说他血汗工厂 以前郭台铭那件事,记不记不记得 苹果是很害怕的,因为整个品牌是会受创的 这个Goodwill 没错,以前郭台铭那里做的 很多员工抵受不住压力 而接受短见的 上了上去就下了下来 不说了,太伤心了 苹果还在声明中表示 将继续地监督委创在整改相关措施的进度 确保所有员工享有尊严 和受到尊重 和得到及时的足够的补偿 以及已经传出客户 苹果公司已经将委创列入这个 试用观察期 即是本来已经是铁打的 打算在他那里代工了 要暂停他的新业务和新合同 直到委创整改成功为止 其实这真是大麻烦 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大大错了目的 因为印度媒体和路透社都说过 苹果本尼 想着下个月 一月到二月 就开始在印度生产 iPhone12的部分机型和畏创 真是大麻烦 原来那班工人 扔破的就是iPhone12新的生产线 哈哈哈哈 那就是损失大 是啊 还有预计苹果完成委创 印度的厂房改善方案前 都不会再给它生产任何新东西了 即是旧的 有些旧生产线 即是那些低端的SE 其实都不低端 都贵的 依然是会少部分生产 但是12的话 就没得谈的 一定搞定了 我记得那班旺人说 老超中国 你还不死? 你iPhone12本来在中国生产 他搬去印度 不好意思 现在他要停滞了 停滞不前了 其实那些旺人 都很少报这个新闻 因为觉得 哎呀 因为iPhone12是高端机的 他想着中国还不死? 被印度代替 现在这件事就大大麻烦了 苹果因为都很害怕 再有人觉得他血汗工厂 怕他整个品牌的价值会下跌 所以就叫目的政府 和这些台商搞定他 咦?又被老超登死? 是啊 咦?你不说了 真是 又再登死 又再登死 哇 登力无边 大麻烦 登力无边 蕭若丸 还有呢 我们之前也说过 偉创 是外面的人搞他 其实19号早上 都已经是 认了坏仔 他就说 他都承认部分受雇于偉创的印度工人 并未得到适当的工资 当时他说不是 当时说是归构于当地治安差 不跟内地的工人 不跟他内部的工人 因为怕iPhone差 当然去查 你偉创 做完这些小动作 做完这些小动作 连这些血汗钱都要骗别人的 我觉得这家公司 真的很贵 很贵 是啊 还有他就说 所以有些很愤怒工人 就在12号破坏厂房和iPhone12的新生产线 造成了几百万美金的损失 并且迫这个厂房关到现在 不止几百万 你现在那些新的全部不拿给你弄 是啊 这些笔数怎么计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真的不怪得印度工人 去这样生气了 是啊 那其实暂门订单都应该的 老实说现在这样 还有样东西就是 韦创都是表达了协议 向全部工人表达协议 和表示事件很遗憾 还有韦创已经制出了新的政策 就是对负责印度业务副总裁 就是撤查处分 撤职 不是撤查 撤职处分 就是炒他有 是啊 我想那个会不会是地区 不知道 现在因为不知道 但是他已经是找个 拿人头出来制下奇感解 说句老实话 我觉得就算你现在暂时平息炒了这个人 以后那些都是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他就说 还有会努力改善矫正现在的行为 以确保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韦创最新的声明都说 公司在扩展新厂房的时候 犯了一些错误 一些而已 什么一系列? 哇 这么大错误 他也一系列? 喂 很冷啊 你看看那些车 那些车都是 都是火光红红 其实我看到这个场景 有点像香港去年的事情 不是说话 那之后呢 他还说 目前都积极强化职员管理 和支付薪水的流程都会加快 之前也说没事 你想想 说真的这些厂真的大事 现在印度已经这么差 疫情之下已经搞成这样 你还不发薪水? 几个月不发薪什么? 这些是很贱格的 这样的老板 我觉得 你应该要全面撤出印度 不要搅着人 是吧 你给不起钱 就不是谁在开厂 所以路透社说 天国很生气 他说 你穆迪 当时又叫我来 又说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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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过了我洞啊 大哥 穆迪也是坏的 找个围仓去开厂 其实我觉得 两个都有责任 穆迪也是松手 等伟创这样做 如果他真是 好像中国那样落重锤 管理红海的话 那就没什么 但是没办法 现在穆迪要什么 我们之前都分析过 要全面 要全面什么 要想 想全面 超越中国 伟创说 当务之急 就是确保所有工人 获得 新水 之前没有的 就要全部补法 兼且有赔偿 还有制定了相关工人的援助计划 并且设立了不同语区 的24小时投诉专线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印度是有很多种语言的 还有呢 出于工人的考虑 他会匿名的 可以匿名的 举报的 浪费啦 现在才讲这些东西 匿名举报 但是你如果是来自一个很小的地区 说得那几种语言 都查得你什么 是吧 不过基本上 在南亚地区的血汗工厂 都是很普遍 说得难听 南亚东南亚都是 其实苹果呢 他最真声明也是说 在印度卡纳塔卡省的厂房 是发生暴动事件 他都用暴动两个字 是 是因为这间公司 违反了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供应商的行为守责 最大件事 苹果都知道 研发这个工资 就是最讨厌的 同一天莫迪政府也出了报告 他很好 他表示 偉创 就是你现在去踩多脚了 又踩回偉创 就是推了个球给他 帅哥了 他就说 偉创 未能 妥善处理人力急速抗张的问题 而且 还违反了当地的劳动法 你现在才知道几个月了 可能当地执法也不是很严 所以这么前才知道 其实现在就是 踩多脚 哎呀 算了算了 快点射个扎 给台湾老先 是吧 是 是 印度也是 有时候都很流 在处理这些问题上 是 之后报告中提到 委创的人力抗张 从年初五千名员工 即急速增加到一万零五百名员工 不过 他们的人力资源部 就没有增加熟悉当地劳动法的员工 所以就搞得这么严重 哇 你不熟悉又去开厂? 不是啦 你应该有个律师在旁边跟你聊天 就是啦 你起码请回当地的印度律师吧 不熟悉又去开厂 现在又买这个啊 当厂我都不熟悉的 那样都可以的 不是吧 不是吧 不是 你是帮苹果代工 你不是应该 每样东西都是等的吗 等到最好 全部是ready才上马 看来就不是啦 所以其实也是 除了莫迪一副也是 现在19日时候 印度19病毒已经突破千万 成为了美国之后第二多人染疫的国家 那个离世的人都 十四万五千有多 所以 哎 有个这样的领导人 好大起工都是大大坏的 我说真说老实话 是吧 是啊 但问题是他们呢 射责是很聪明的 我发现 一定是 立刻把那个球 踢回给 这个台湾厂的 那台湾厂本身自己是做得不错了 钱都不肯给捉人 这一件事是最无可恕的 就是我从一个 打工仔的角度 如果老板 已经扣了 已经是减了工资 之后 还没有给 不是给不住 是 没有给 还要一天做十几个小时 大哥 你猜印度佬 印度人是 好像香港 那样 好像中国人那样和善 是啊 还有啊 iPhone都不是那些便宜的 你卖出一部 赚这么多钱 你付这么少钱 如果在印度做很高的 是啊 所以 就是你 印度人你都不是 不是不懂的 他们都知道 iPhone一部 是多少钱的 是啊 就是你想想 原来 原来这些什么厂佬 簡直是压榨 压榨他们 当地的人 就是全人都生气了 你知道 所以很正常的 我发现 就是看一下 原来当地的工人 打回这个 这个伟厂的工厂 是 其实都是 很正常的 这样压榨人 出现这些事情 你说 印度 妄图 意图 想超越这个中国 是 又一次 终焦首创 其实呢 老实说 其实印度 无论从经济 科学 科技 领土 军事 其实都是很喜欢 跟中国内地比的 这个中国科学院的专家 叫叶海林 都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其实 他发现了印度 为什么整个人都看着我们做事 其实呢 他就说主要 就是呢 双方的自我认知 和对方的认知 都是偏差 两个国家 对对方 都是有时候会误判 还有 有些 有些事情 都是对对方 了解得不够 这个就是中科院的 附院士说的 其实呢 尤其是 其实这几年 在他眼中 其实中国呢 反而是理智了很多 对于国际的 但是印度 对中国的时候呢 特别是处理这些 对抗性的矛盾的时候呢 都不会在自身的实力 去找差距 都是觉得中国欺压 我一定要狂攻啊 就是现在就搞成这样的样子 嗯 是啊 不过印度本身自己 都很多内部都有很多问题 是 还有19疫情一直都控制不了 嗯 其实他们的压力 真的不小的 还有他觉得 双方在各大大战略 就是大 大 big picture 那些 就是对整个国家的 远 就是那些 未来那种 策略呢 都是有差异的 中国对印度的 战略思维呢 70年来呢 都是稳定 和持续的 在中国观点中 印度 这位中科院的院士说得很对 在中国观点中 印度从来不是竞争对手 都不是核心关切和主要威胁 那老实说真的 你想想 人口差不多 但是基建和有些东西都有差距 那当然了 印度呢 这几年呢 越来越将中国成为假想敌 和稻草人 那这个事实 尤其是这个莫迪上台之后 那他就觉得 超越中国呢 就是对于他这个右翼政府 是一个伟大的任务 之前我们都说过 其实他方方面面 都是想这样做的 那和呢 在实力较下方的印度 在印度管理层中 有极强的企图心 所以出现了 争执时 就要逼迫 逼迫式的外交 很明显 整天说 我要打你 我不怕你 他国内的媒体都这么说 其实呢 他连他的官媒 官媒和地方媒体 还有他的高级军官 都是觉得 我怕你啊 很快搞定你啊 就是 就是 中国从来都不觉得 是私印度 为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没错 而且 在过去的发展当中 中国的资本 也都在印度 投资了不少的 例如好像小米 小米的厂 都是投资了很多下去的 小米的厂 今年 今年一季 单季里面 已经创了 他的出货量 创新高 就算在中 中印关系 一直这么差 底下 小米的厂 在印度的厂 都可以提升 这个生产上 和三星一样 居管 还有这位 叶海林院士 总科院院院士 他就说 中国认为中印关系 是强国和次强国 是强国和次强国的非凌和游戏 非凌和博弈 其实中国都是命运共同体 其实对什么国家 中国都是觉得命运共同体 但是印度认为中印关系 是两个国家的凌和博弈 那你就大事了 绝对不判 非黑即白 你这么大事了 因为其实你很多东西未跟上 还有你需要中国资本 有时候你可以说 我跟某国就是 没事的 但是 但是你现在就这样 现在就大事了 其实资本主义很明显逐利 当然要抑取最大的工人利益 不用说那么多 当然他会有修正 但是你想想 在他本国即是以发展国家当中 他的法律已经完善了 还有工会 印度 发展中国家 而且 我觉得很多西方世界是 食准你莫迪这个心理 我要超理中国 所以他就 喂 你想超中国 给他拿着名牌厂过来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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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吗 我拿着名牌厂过来 我明白 我明白 就是趁你 就是说数上 你说我是上宾 越压越紧要 我相信台湾厂也有这样的心态 没错 所以他才做了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呢 叶院士就说这种心理偏差 和具体的分歧不同 在前提性和全局性的不同 几乎没有办法透过具体事务 来管控和离合 因为呢 因此呢 中印关系影响更长 和更有决定意义 那其实呢 印度 只可以这么说 他的全局性 是不够 他的复兴是 我觉得一个民族的复兴 不应该是 跟其他民族比 是跟整个世界去比 和大家一起合作 有竞争才对 现在 印度就偏向了竞争那方面 甚至我觉得有些是 是恶意竞争 令到自己的国民也是虚本 是的 犧牲了国民的利益 他们其实跟中国走第二条路 中国是不断地为国民谋福利 起码它劳动法 最简单例子 那些黄人经常说 他迁出很多工厂 那些都是低富家值工厂 那些都是那些 就是叫做什么 腾龙换鸟当时 记不记得 其实是 将那些高污染 或者是那些 你以前没有那么高的 搬走 有什么错 现在不是被印度摘光 那些黄人说 很害怕 习近平很害怕 习近平很害怕 另外一方面看 其实就是 习近平是要管好环保 还有那些工人利益才会这样做 你看看现在 印度就搞得很麻烦 今次节目时间也差不多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